吉隆长根医院 治療医院医院部副主任 吉隆长根基内医院 學術組教授級的主治醫師 還有基隆腸根醫院腎臟科主任 暨內科部副部長 這是很專長的 現在擔任的是雙隔醫院腎臟科 專任的主治醫師 還有台北醫學大學護身醫院腎臟科 兼任的主治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秘書處的主任秘書 台灣腎臟學會國際事務合作委員會主任委員 他的專長是極限慢性腎臟疾病治療 透析治療 糖尿病腎臟病變 尿毒素 以生物標示及腸道菌 腸道菌相的研究等領域 你有腎臟科醫師的證書 內科科醫師的證書 還有台灣醫學教育學會的會考官證書 這個非常在腎臟科來講是非常專業 我們現在來請吳醫師來上來跟吳醫學講 謝謝 執行長張律師 各位鄉親還有新北市的朋友們 大家早安 早安 今天非常榮幸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腎臟方面的觀念 那我們今天的話要分享的話就是腎臟健康快樂生活 那就陳如剛剛張律師的介紹 其實在腎臟界已經在臨床上面服務多年 我們在基隆長根也定期都有到社區去做一個衛教 在座的話非常感謝那麼多的一些朋友過來 今天的話我們得到了這些互腎的一個觀念的話 不只希望你們在生活上面 可以對你們也有幫助 那同時也是非常開心希望能夠把這樣子的觀念 帶到你的身邊的朋友 讓我們大家對腎臟病的一個認知 可以大幅的提升 那我這邊首先先分享一個真實的案例 我想可能在身邊也許您的親戚朋友 鄰居們很多都有這樣的狀況 這是一位70歲的張伯伯 本身他有糖尿病 他有高血壓 那其實長期他經過飲食跟藥物控制 血糖跟血壓都控制得非常的好 那可是後來退休了以後呢 因為他變成是獨居 那自己一個人吃東西的時候 有時候就比較三餐不定 外食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血糖就慢慢的控制的比較差 那近年來因為COVID-19 冠狀肺炎的一個疫情來講的話 其實他老人家又有糖尿病 他也很害怕去看醫師 也害怕到醫療診所 所以他就沒有一個定期的回診跟追蹤 那再加上在家裡沒有定期的在自己 刺手指頭監控血糖 所以血糖就快速的失控 那有一天他在這個北部 我伯伯自己一個人住中部 他住在北部的那個兒女來家探視 就發現說 張伯伯怎麼兩個腳全部都腫起來了 而且走路的時候非常慢 精神非常差 走幾步路了以後就一直喘 那兒女們覺得真的是不對勁 就把他送到醫院 結果經過診治了以後 發現他有糖尿病 合併嚴重的腎臟性的一個 糖尿病的腎病變 那醫師跟他講說 如果這次搶救不過來 他可能以後就是要終身洗腎度日 兒女們他們都有工作 那其實也有自己的家庭 北部一個人獨居的話 其實治理的能力跟照護是非常的擔心的 所以北部就被送到安養中心 接受長期的醫療 那在這次的病變差不多在六個月以後 他確實也進入了透析 就終身做了一個洗腎的治療 那同時這些醫療的費用 康復的費用 跟安養院的費用 也加劇了兒女的負擔 所以我在想說這樣子的一個案例 其實是我們身邊上 尤其我們在臨床上常常碰到的 糖尿病目前是我們在腎臟病最害怕的一個原發疾病 所以今天我要來跟大家分享所謂的糖尿病 還有我們慢性腎病 在流行病學上面 我們的發生率 還有他的一個腎型率的狀況 那今天的大家一定是非常希望能夠來認識我們的腎臟病 到底有哪一些早期的症狀 我們可以自我的診斷 早期的及時的就醫 那再來的話就說今天在這邊也希望跟大家分享 怎麼樣是一個健康的一個生活型態 那我們要做一個謹慎的護身的飲食 那最後呢 其實醫藥界這幾年一直在進步 我們有沒有一些很棒的藥物 如果各位有糖尿病 各位有腎臟病 我們都可以看看說是不是我們現在呢 真的有接軌國際 在接受這邊一些一流的一個藥物治療 所以目前在腎臟病的時候 我在想說各位有沒有聽過一句話 就是台灣洗油劑全世界第一名 大家都認為我們是一個洗腎王國 所以其實我們在世界上 末期腎病的盛行率確實是世界第一 那我們知道洗腎有兩個方式 一個是洗血管 就是我們說的洗腎洗油劑 另外一個的話就是附膜透析 我們把乾淨的水 灌到肚子裡頭 所以我們都跟病人講說 如果我今天有一個髒衣服 我就把它丟在一個清水裡面 那這些毒素它就會滲透到水裡面 經過這個不停的一個清水的灌住 我的衣服就會變乾淨了 那附膜透析就是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我們俗稱的洗髮豆 我們把水灌到我們的肚子裡 那把這些廢物跟這些不好的一些 代謝物從肚子裡排出來 附膜透析它是一個比較便宜的治療方式 可是在台灣 其實我們做的非常少 只有9.7% 那同時我們在末期腎病 開始洗腎要產生之前 病人他是一個進展式的 他從早期慢性中重度變成末期 所以其實這個慢性腎病 才是我們最擔心的 讓他不要腎臟功能惡化 那他的腎型率是11.9% 也就是說我們2300萬同胞 有200萬人 他們的腎臟都不好 那這200萬人可能自己不知道 醫師沒有檢查到 看病的時候也沒有注意到 那就措施到了他的一個 就醫的黃金時候 所以全民的警覺心也很低 我們常常遇到親戚朋友 他會問我說 那我腎臟壞掉有什麼症狀 很多病人他們是不知道的 再來的話就是腎臟病相關的 醫療費用非常的大 我們花了在去年 587億的健保負擔 再來面對全民的老化 慢性疾病的攀升 包括糖尿病 高血壓 所以腎臟病一定會節節的 上升 而且造成很多的一些不良的 健康的一個反應 這是我們可以看到 很抱歉字比較小 這個就是我們剛講的 台灣世界第一名 雖然這不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排名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 新加坡 美國 台灣的腎型率呢 是世界第一 那北一大學用一個先進的方式 來估計說如果我們在2027年 5年以後我們全國會有多少洗腎的病人 目前的話是將近9萬6千人 那在2027年 預計會破10萬的一個透析的病人 那同時的話透析有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 總體的透析病人上升7%以外 在血液方面血液透析也將從8萬5% 上升到9萬1% 那這些透析的話不管是在病人端造成很大的一個生活的不方便 在家庭端的話造成整個生活的一個節奏的改變 同時對家庭的負擔 國家的健保的負擔 都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課題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整個台灣 到底有多少人會離病 我們如果看說以現在的話 以每百萬人口的話 3771人他們是有腎臟病的 可是如果我們來校正他的一個平均的年齡的話 可以看到如果我們把年齡的因素老化的因素拿掉 其實這幾年我們的盛行率是持平的 那發生率 發生率就是說每年新發生 一年會有多少的新的洗腎的病人 每百萬人口的話 每一年會多525個 不過讓我們很開心的就是在政府 還有腎臟醫學會的努力之下 我們這個年齡 校正的發生率 已經連連的在下降了 代表我們的一些防治的工作 還有我們的醫療的進步 對腎臟病的治療 其實有很大的一個幫忙 那再來的話大家都說 那洗腎很痛苦 那麼多人在洗腎 那我進入透析了怎麼辦呢 那我跟各位朋友們講說不用擔心 台灣的透析品質 是非常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是綠色的這一條 我們在全世界的比較底下 橘色的是美國 我們5年的存活率高於美國 高於加拿大 高於馬來西亞 我們僅次給南韓 那我們也比 歐洲好 也比紐西蘭好 不管是用血液透析 或者是附膜透析 所以隨著整個全民健保的一個透析的給付 還有整個腎臟界在醫學上面的一個發展 其實我們是把這群透析的病人照顧得非常好的 那可是呢 還是希望這些病人他們最好是把腎臟保護好 不要進入到這個透析的狀況 那我們說如果以歐洲來講的話 我們會更好嗎 我們就以不同的年齡別來看 分別是20歲 20到40歲 45歲到75歲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是綠色的這一條 在各個的年齡層 我們的五年存活率呢 都優於歐洲 就只有在20歲以下 我們是比較少的 那為什麼大家就很好奇了 為什麼20歲以下我們會比較少 因為在國外呢 這些年輕人診斷了以後呢 他們有很多的機會來做肾移植 爸爸媽媽會兼聖給他 社會的觀念非常的開放 腦死的病人 車禍意外的病人 他們都非常願意捐出他們的腎臟 可是呢在台灣 腎臟移植的觀念沒有這麼好 所以就是變說很多很年輕的病人 一旦被診斷腎臟功能不良了以後 他們就需要很長時間的做這個洗腎 跟透析的治療 所以我們剛說在整個台灣呢 現在我們有8萬5000人 他是有末期腎病 他有在洗腎 那這個一定是大家都看得到的 可是這只是冰山一角喔 下面我們看到的這些200萬的慢性腎病的病人 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才是我們需要去努力克服 我們需要去服務 需要去治療 讓他們不要變成這一群 冰山一角的一個透析病人 好的那我們來看看這些在下面的這些 潛在的病人有多少 我們以2022來講的話 整個國內的一個這個腎刑率是10% 那台北醫學大學也用先進的計算方式來看 2025年 5年了以後 我們的慢性腎病的腎刑率會大於 12.4 那另外的話在每年的腎病的負擔呢 在5年了以後呢 我們也會增加 將近20% 照顧這些腎臟病 包括透析還有非透析的慢性腎病的病人 所以這個議題其實已經有引起社會 還有政府跟學界的一個關注 所以我們現在希望能夠努力 像藉由今天這樣的場次 提倡很多護身的觀念 教大家來保護自己的腎臟 教大家來做一些保健的生活 那讓這樣子的一個慢性腎病的機率 不要節節的攀升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喔 從健保署 腎臟醫學會 還有學界 我們也看到說 健保支出呢 最多的就是慢性腎病 我們可以看到在去年 整個支出前五大疾病呢 照顧急性的腎衰竭 慢性的腎病我們用掉了587億 那在整個口腔方面的癌症包括牙科 470億 糖尿病呢 也是一個非常的大宗 402億 高血壓 266億 另外的話就是消化性的腫瘤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顯紅的三個疾病 都跟我們腎臟病的惡化積極的相關 所以我們怎麼樣可以讓這些疾病控制的更好 其實某種程度我們可以節省 非常多健保上面的花費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腎臟功能不良 就像我們剛剛分享的第一個案例 張伯伯 他們的很多都是有糖尿病的 所以現在的透析的病人 幾乎有一半的病人 都是因為血腸控制不良 糖尿病控制不好 影響到腎臟 所以光糖尿病每年花費402億 其中有一半 他們在有糖尿病的同時 他們還有腎臟病 所以我們也看到健保局 腎臟醫學會 所有的一些前輩們跟學者 他們共同站出來 來宣誓 來治療這個糖尿病腎病病的一個決心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在整個每一年的一個 腎臟醫學會的統計 在透析的病人裡面 我們有47% 都是糖尿病功能不好的 引起的 那我常常會被病人問到說 那醫生啊 為什麼我血腸控制之後不好 油漬就會破掉 那我都會跟他講說 您就想像你的身體裡面都泡在糖水裡面 你的身體365天 每天24小時都泡在糖水裡面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你的血管會壞掉 你的神經會壞掉 你的細胞功能會壞掉 那偏偏腎臟他是一個血管非常豐富的器官 所以當我們這個腎臟功能壞掉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是我們的腎絲球過利率 當腎絲球過利率越來越差的時候 你就會發生說 心血管的發生率 節節的上升 那當你是腎臟功能不良 或者是洗腎功能的不良的病人呢 也會看到在生活品質的各項指標 他的分數都是最低的 那這個醫療花費是美國的醫療花費 也看到說當腎臟功能不良的時候 每一種花費都是 每年的上升的 那同時我們最害怕的就是我們的平均移命跟死亡率 當腎臟功能不良 腎絲球過利率從60 降到15的時候 我們的死亡率會比正常的腎臟的功能 增加了14倍的一個風險 所以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 專科的治療非常重要 今天如果大家有一點點腎臟功能不良的話 非常希望大家可以來腎臟的專科 腎臟專科醫師他對腎臟的保護的藥物 生活形態 飲食的控制 會更有一些的專長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以每一年的統計 經過我們這樣子的宣導 從2016年到2022年 所有洗腎的病人 每一年大約有1萬人會開始洗腎 那將近82% 他們都曾經在洗腎前看過腎臟科醫師 可是讓我們非常擔心的 居然還有18%的病人 他今天已經要洗腎了 可是他都沒有看過腎臟科醫師 到醫院就有醫生就跟他說 你愛死亡劑啊 那他之前呢 是不是措施了好多的黃金的時間 其實是可以來改善他的腎臟 可以來治療他的腎臟的 所以今天在座各位都是我們的種子老師 我們把這些好的觀念帶回去 如果你們的身上有腎臟功能不良 一定要把今天學到的 套用到自己的健康 然後趕快看看是不是有一些專科的一些 治療可以幫助大家的一個腎臟跟健康 所以總結我們剛講的為什麼台灣 盛行率世界第一名 第一個就是自我的檢查性不足 很多病人的話他可能不知道什麼是腎臟病 腎臟出問題了 耽誤了黃金的時間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 糖尿病跟老化越來越嚴重 我們就會跟病人講說 你想我們的頭髮會變白 那我的腎臟也會變老 所以當一個腎臟陪伴你60年了以後 當然他的腎臟功能會老化 所以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要善待我們的腎臟 不管在吃東西在吃藥 還有腎臟的 我們的生活習慣上面 不要再造成一些增加腎臟負擔的一些 作為 那我們等一下在分享上面會跟大家在 講解說怎麼樣我們可以把腎臟保護得更好 那再來就是很多腎毒性的藥物 那教教一定會很好奇哪一些是腎毒性的藥物 我們在下面的簡報上面也會跟大家介紹 再來就是高危險群的病人 我們一定要早期治療 早期診斷 不要錯過我們的黃金的時間 所以有哪些對策呢 就是非常開心文教基金會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來宣導這樣子的知識 讓民眾們更認識我們的腎臟病 再來如果在座有糖尿病高血壓的 一定要好好控制我們的糖尿病跟高血壓 腎臟才不會壞得太快 再來的話要不停的餵教的病人 不停的教育的病人 做一個整體跟專業的照護 希望能夠積極的篩點 早期的介入 達到防止腎臟功能惡化的狀況 所以第二個部分 我就來介紹什麼是腎臟病 我想大家一定都是非常好奇 大家知道腎臟病 我們在台語就說油漬油漬 所以他是在我們腰後面的兩顆 像是蠶豆一樣的樣子 那左邊一顆 下面右邊一顆 那我們的左邊比較低一點 那他在腎臟如果我們做一個 橫切面的切片 可以看到裡面是有一個 很複雜的結構 我們每一顆腎臟 大部分都有一萬個腎圓 有腎絲球 有腎小管 那腎臟他就是要經過血液 他是一個血管 非常豐富的一個器官 在血液通過腎臟的時候 腎圓他會規律掉我們的 肺物 水分 還有不好的電子解質 形成尿液 把這些肺物跟代謝物 從尿液裡頭給 排泄掉 所以我們有一些病人就會說 那我兩顆腎臟 我捐出一顆腎臟來可不可以 大家覺得我捐出一顆腎臟可以的請舉手 謝謝謝謝 大家的觀念都非常的正確 我們有兩顆腎臟 每一顆腎臟有一百萬的腎源 所以其實我們如果腎臟功能是正常的時候 我們只要有一顆腎臟就可以了 所以為什麼歐美他們非常勇敢 爸爸媽媽敢把腎臟捐給孩子 丈夫敢把腎臟捐給太太 因為其實我們只要腎臟功能是好的 只要有一顆腎臟 我們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我們再把我們的腎臟做更進一步的解剖 可以看到其實腎臟它是一個結構非常精密的組織 除了整個在腎源方面 我們有不同的結構來做這樣子的代謝跟過濾 它跟我們的血管有緊密的結合 讓每一個腎臟的一個結構 不管是在腎絲球 腎小管方面 都可以充分的跟血流跟廢物做交通 把這些廢物有效的排出我們的身體以外 所以腎臟的功能有哪些 第一個就是調節我們的水分 當我們喝很多水的時候 就會把這些水分排掉 從尿液裡頭不只是調節水分 也把廢物排掉 同時它也調節我們的酸鹼平衡 還有我們的代謝 我們的腎臟會製造很多控制血壓的荷爾蒙 所以在座如果有高血壓的時候 一定要看腎臟好不好 腎臟不好的時候也會有高血壓 所以他們是兩個加在一起的一個惡性循環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剛講的電解質 納甲鈣 都是從腎臟來做平衡 它會代謝掉我們非常多的一些毒物跟廢物 同時它會製造我們的荷爾蒙 第一個就是紅血球生成素 第二個就是維他命D 所以大家身邊如果有親戚朋友在洗腎 你常常會看到他的臉灰灰的 蒼白的 為什麼呢 洗腎的病人他的紅血球生成素不夠 他沒有辦法造血 所以他每次洗腎都要打補血針 他的臉色就不好 大家身邊如果有孩子 十幾歲的時候 我們看到在長庚醫院有一些先天疾病的病人 他們小時候十幾歲就開始洗腎了 今天他長大30歲了 可是他仍然只有120公分長不高 為什麼呢 因為他的維他命D不夠 因為腎臟需要製造維他命D 維他命D不夠了以後 他就沒有辦法吸收鈣質 骨骼就沒有辦法發育跟成長 所以這都是我們在腎臟功能不良看到的問題 好的那這邊大家最好奇的 到底為什麼腎臟會壞掉 第一個就是我們說的糖尿病 全身都泡在糖水裡面腎臟就壞掉了 再來就是其他的慢性病 包括高尿酸 尿酸太高的時候 不只會在我們的關節裡頭 造成疼痛痛風 他也會沉積在我們的腎臟裡面 阻塞我們的腎小管 造成腎臟的阻塞 跟腎臟的結石 那再加上痛風的病人 如果很痛的時候 他會常常吃止痛藥 那大家知道很多止痛藥的成分 都是非常傷身的 再來就是高血壓 我們剛講腎臟是一個血管 非常豐富的一個器官 所以當他有血壓非常高的時候 整個腎臟是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態 腎臟裡面的功能就慢慢的退化 再來就是免疫的失調 身體裡面的一些免疫細胞 產生一些攻擊自己腎上的抗體 造成免疫的功能不良 那再來就是不當的服用藥物 很多病人會說 我的親戚跟我說要吃什麼 我的鄰居要跟我說要吃什麼 結果他花了好多錢 買來吃 結果又傷到腎臟 所以不要來太相信這些 來路不明的藥物 再來的話就是偏方止痛藥 我們一定要特別做注意 還有當腎臟功能不良的時候 我們一定不要增加腎臟功能的負擔 所以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醫師都會依照你的功能來調節你的藥物 可能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他一次不能吃半一顆 他的藥可能要減量 所以每一種藥物的劑量不同 醫師都會來做調整 再來的話就是尿路的阻塞 如果我們有非常多的尿道的結石 或者很多的感染 甚至尿液滯流的狀況 這些毒素排不出來的時候腎臟就會壞掉 那很不幸的還有一些遺傳病 比如說多囊腎 多囊腎他是一個顯性遺傳的一個疾病 他的腎臟裡面 每一個爸爸或媽媽有多囊腎的話 子女就有25%的機率得到這個疾病 所以我們常常在洗腎室裡頭可以看到 整個家族裡頭兩三個姐妹都在洗腎 那他這個就是一個遺傳的 那這個遺傳的疾病是直接在基因體上的一個缺陷 他會讓整個腎臟造成很多很多的空洞 所以我就會跟病人講說 你就想像你的腎臟變成一串的葡萄 裡面都是一個一個一個的空泡 那他會侵蝕掉你的正常的組織 腎臟就沒有一個 就沒有一個功能了 所以腎臟的病變有可以分成腎絲球的一個病變 可以包括我們的糖尿病 高血壓 都是造成腎絲球的病變 也可以是從血管邊的 比如說血壓 血管邊 免疫的一個抗體去攻擊我們的血管 或者是一個兼職 結石引起的 或者是先天的腎臟病 所以我們經過專業的診斷的時候 都可以把這些腎臟的疾病的種類 很快的分辨出來 那同時腎臟他比較複雜的部分 就是腎臟他管理全身的廢物代謝 所以常常腎臟來的時候 腎臟病來的時候 他不是只有單單一個疾病 他會伴隨很多的共病 包括他剛剛我們說的 高血壓 糖尿病 心血管疾病 他會引起造血功能不良的貧血 同時 因為腎臟功能不良代謝變差 所以他也會變得比較有肥胖 痛風 維他命D 酸解質的異常 或電解質的異常 常常都是跟慢性病 連在一起的 所以那麼那麼多複雜的狀況 所以才會說腎臟功能不良的時候 一定要找專科 他才有辦法把那麼多的一些部分 一一的很正確的 然後一一的來做釐清 那我這邊特別要講一下糖尿病 糖尿病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疾病 目前在台灣裡頭 有10個老人家裡面 就有一到兩個人是有糖尿病的 65歲以上 那你就想說全身都泡在血糖裡頭會發生什麼事 首先在眼睛裡頭 眼底就會有很多糖分跟血管的變變 那眼睛就越來越不好 那全身的血管不管是心臟的血管 腎臟的血管 還有我們四肢的周邊血管都會有問題 心臟會有一些心臟的異常 心肌梗塞 心衰竭 腎臟會有一個 糖尿病的腎臟病 然後引起腎臟衰竭 如果我們在這個 逐步的地方不小心有一個傷口的時候 他就會很久 半年一年都沒有辦法癒合 所以各位如果有一個傷口好久都不會好 請大家要用一個血糖看看是不是血糖高 所以針對這些糖尿病的病人 在日常保健我們會建議他 第一個 每天要穿襪子 那這個襪子在老人家最好有一點止滑的功能 才不會滑到 那穿襪子有什麼好處呢 第一個 預防你被撞到割傷 或者是說一個不小心踢到的一個外傷 那第二個穿襪子我們可以保暖 那保暖的時候我們的末梢的血液循環就會比較好 所以在座有很多老人家 不知道會不會遇到說有的時候呢你就會覺得說 冬天的時候尤其晚上睡覺的時候手腳冰冷 那這些末梢手腳冰冷的時候就是告訴你 循環不好了 所以這時候除了保暖以外 一些空調還有一些我們保暖的 襪子手套 對老人家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我在這邊也特別再講一下高血壓的部分 我們的高血壓呢 其實我們的腎臟他是一個血管非常豐富的一個器官 每一個腎絲球裡面他都有一堆的一些 我們的內皮的血管 那在這邊做一些過濾的功能 所以高血壓的時候有哪些症狀呢 包括有頭暈頭痛心際 肩膀酸痛 那甚至影響到腎臟 早期就會有蛋白尿的產生 那高血壓的時候他會引起我們的這個血壓的硬化 血壓會狹小 血流會不足造成器官的壞事 那造成整個器官之間的破壞 所以血壓太高的時候最終就會導致我們的腎臟功能的惡化 所以在座的話我們會希望老人家們 或者是在座的 民眾朋友們 我們至少 定期一個禮拜一兩次要量一下血壓 那如果他都是完全都沒有疾病的正常人呢 血壓要控制在 在140、90以下 如果您有糖尿病或有腎臟病 建議要控制在130、80以下 好的 那我們這一部分再進入到整個慢性腎臟病的診斷跟治療的部分 那我在這邊跟大家問一下 我們在這邊的話 最主要的話 很簡單的一個slogan 就是我們說的 泡水膏貧卷 泡水膏貧卷 那我等一下會每一個字來解釋一下 那首先第一個的時候就是尿尿裡頭有沒有泡泡 所謂的蛋白尿 那我來請教一下在座的各位朋友們 您每次尿尿的時候會回頭看一下馬桶的 請幫我舉手 很棒很棒 我們幾乎有一半的病患 所以很棒喔 您看尿尿的這個這麼簡單的動作 它有什麼重要性 第一個你可以看到你的尿的顏色對不對 有沒有血尿 有沒有濁尿 有沒有雜質 第二個你可以看它的什麼蛋白尿 所以我們看到的時候就是 泡水膏貧卷的第一個泡 就是所謂的 蛋白尿 泡泡尿 那有的病人很可愛喔 他就會跟我講說 醫生啊 那我站著尿尿 那可能這個 我覺得我尿的方式呢 跟我老婆不一樣 那我都覺得我有泡泡 那到底這樣子有沒有問題呢 所以我們就會跟病人講說呢 泡泡要有問題 是每一泡尿都有泡泡 而且你站在那邊 三到五秒鐘 不會消失的 那才叫做蛋白尿 那你如果是早上的第一泡尿 站著尿很急 然後有泡泡 等一下就消了 下午晚上就沒有了 那就不用擔心喔 因為我們晚上睡覺 六到八個小時不會喝水啊 對不對 所以早上那一泡尿一定是最濃 顏色最重 最可能有泡泡的 那白天起來的時候我們開始吃東西 我們開始喝水了以後 這些蛋白尿這些泡泡 正常都應該是要是消失的 好的所以我們第一個介紹了一個泡 再來就是水腫 大家還剛記得說我們從尿液裡面呢 可以代謝我們的水分 把我們的水分跟廢物排掉 所以呢我們這些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呢 他尿尿會變得很少 那我在這邊分享一個 不好聽的笑話 就有一天有一個病人來啊 他是一個李巡潭的導遊 他跟我講說 遺書啊遺書啊 我後禮拜要出口 那我要帶透析的病人 他說我好開心喔 我說為什麼 他說透析的病人不用停加油在尿尿 因為他們沒有尿了 所以他就覺得說他帶這一群透析的病人 在旅途上面可能可以幫他節省很多的一些停點 這樣子 所以為什麼我們在透析的時候我們會看到病人有水腫 因為這些水腫排不出去他就寄留在身體裡面 那在這邊的話在右下角的時候跟大家分享一下 水腫的檢查方式 通常我們不會在肚子啊或者是在小腿的那個小腿肉的地方按水腫 因為那個地方軟軟泡泡的 所以我們會建議大家在手臂的地方 腳盤的地方 或者我們的小腿的內側的骨頭的地方 用我們的大拇指三壓三秒鐘 那如果三壓三秒鐘 他是凹陷的彈不回來 那這個我們就叫做水腫 那可是我們如果按下去 他非常有彈性的 馬上就彈回來了 那就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定時的自我的做一個檢查 再來就是高血壓 那高血壓我們剛有說不管是成年人或老人家都要養成定期量血壓的狀況 那再來 泡水高貧卷 貧的話我們剛說因為我們的腎臟會生腎絲球的一個紅血球生成素 所以當這個紅血球生成素不夠的時候 病人就會有貧血的狀況 那大家想像一下 一個又腫 又貧血 又血壓高的病人 他是不是會很不舒服 他就會倦怠 所以我在這邊邀請跟大家跟我再唸一次 泡水高貧卷 來泡水高貧卷 那今天你們帶回去這五個字呢 你們可以自己檢查 你們可以幫身邊的朋友 親戚們檢查 這些都是早期我們腎臟的一些疾病 如果你有這些症狀產生的時候呢 就一定要趕快去給專科的醫師 至少趕快抽個血 驗個尿 看看腎臟功能有沒有問題 好那我們再來看晚期的時候 當這些毒素已經累積在身體裡面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就會出現我們所謂的腎衰竭的症狀 這些毒素累積在腦部呢 病人會有點失眠 日夜顛倒 頭暈頭痛 這些毒素累積在我們的皮膚上呢 病人會有 燒癢 不舒服的狀況 當這些毒素跟水分 激在我們的心臟跟肺部的時候 就是我們看到的剛剛那個張伯伯 他走路的時候就很喘 他就有呼吸短處的狀況 那這些毒素累積在我們的腸胃 還有我們的食慾系統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食慾不振 吃不下飯 甚至很多時候我們靠近這些慢性腎病的病人的時候呢 我們都會聞到一股尿燒味 或者是尿毒味 因為他身體裡面的毒素的值 是稍微比較高的 好的那我們就算哪一些是腎臟病的高危險群呢 第一個就是說他常常在用很多的藥物 不管是醫師開的藥物或自己買的藥物 中藥跟西藥都算 所以今天如果您在吃很多的藥物 今年每位都吃 那建議你最少一年 或者是半年要驗一次腎臟功能 那再來就是 糖尿病的病患 我們剛剛一直在講 你全身都跑在糖水裡面 腎臟就會壞掉 所以糖尿病的變患 現在健保有給付 每半年 醫師或者是說你到院所 他可以給付你驗一次微量蛋白尿 還有我們的腎氏求過率的基幹酸 好的那再來就是65歲的長者 我們的腎臟已經陪伴我們60幾年了 他當然會累 當然會老化 所以65歲以上的老人家們 我們會建議說他要定期至少一年一次 檢查他的腎臟功能 我們剛剛講 痛風的患者 不管是因為尿酸引起的腎臟結質 不管是因為疼痛吃了很多的止痛藥 他們都更容易有腎臟功能不良 再來是高血壓的患者 血壓很高的時候 我們腎絲球裡面的血管 都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況 也會有問題 再來就是家族史 還記得我們剛剛分享的 一個洗腎室裡頭 三姊妹都洗腎 那他就是遺傳疾病 所以你如果家裡面有家族史 你的阿公阿嬤阿姨舅舅 或者爸爸媽媽有腎臟病 照道理您都是高危險群 要來做個抽血跟驗尿的檢查 好的那我們到醫院了以後 醫師端要幫我們做什麼檢查 那這個就是很基本的 第一個就抽一個血 肌肝酸 肌肝酸抽血的時候不用空腹 誰到誰抽 馬上就可以抽 男生跟女生他的指數是不一樣的 通常小於1.0是最安全的 男性是大於1.5 女性是大於1.3 他是由肌肉代謝出來的 所以很瘦小的人 有可能他腎臟功能不好 可是肌肝酸還是正常 那所以這些腎臟功能的指標 我們會用一個公式 來計算他的一個腎死球過利率 我們會使用剛剛抽血看到的 肌肝酸 年齡 還有體重 然後來算 那大家如果說在 平常有做這個健康檢查的話 我們邀請大家進入 台灣腎臟醫學會的網站 那這個網站裡面大家可以輸上自己測出來的肌肝酸的值 再輸入您的體重跟年紀 那網路就會自動的幫你把你的腎死球過利率算出來 那正常腎死球過利率如果沒有蛋白尿的話 需要是90以上 那如果說是90以下 有蛋白尿就是異常 所以第二個我們剛講的就是尿蛋白 尿蛋白也是一樣 我們只要尿一次 隨到隨驗不用空腹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他的受傷的狀況 有很多種方法 最簡單快速便宜的 每一個診所都有 就是試指的檢查 他會依照尿裡面的一個顏色的變化 來判定你蛋白尿的一個高低 那不過這個檢查常常會跟你的尿液的濃度有關 我們剛剛講說早上的第一泡尿 他是最黃最濃最濃有蛋白尿的 所以你如果驗到的是第一泡早上的尿 可能他的顏色比較濃 所以他就可能會有問題 所以初步如果感覺有問題的時候 應該是我們要請醫師 進一步的做檢查跟診斷 那這個時候就會做這個是定性的檢查 我們就會再做一個定量的檢查 去計算你的微量蛋白尿 還有你的總蛋白尿的值是多少 就不是單單的只是看顏色的變化 好的那在驗尿的時候 我們有幾個注意事項 他不用空腹 隨到隨驗 他可以驗看血裡面有沒有血尿 有沒有蛋白尿 不過年輕女性我們請他一定要避開生理期 不然無法判斷 裡頭有時候會摻到血 那有時候會希望就是 早上的第一泡尿或第二泡尿 那要取中段尿 比較不會有污染 那除了剛剛最簡單的抽血驗尿以外呢 我們也可以做腹部的X光 看有沒有結石 我們也可以看做腎臟的超音波 看腎臟有沒有萎縮 有沒有剛剛說的結石水泡有沒有腫瘤 那如果是一些嚴重的疾病或免疫疾病 甚至我們會做一個腎臟的切片 用一個10公分的針 把腎臟切一小塊來 用我們的顯微鏡 來看看裡面細胞發生的病變 那這個是一個最準確的治療 我們才有正確的診斷 對症的是一個下藥 好的剛剛有跟大家講說我們要看一下馬桶自己尿的樣子 對不對 所以我們來看 一天我們的尿正常是1000到1500cc 那不過這個 這個尿的量跟我們的飲水還跟我們的排泄很有關 有一次我的門診來了一位媽媽 她就是產後兩個月 那她是沒有工作在家裡 夏天天天天在餵Baby 那她來非常的緊張 她的丈夫陪她來 她說她一天才尿兩次尿而已 然後尿都很少很黃 她想說是不是腎臟有問題 結果我們幫她抽血驗尿 其實指數是正常的 我們進一步問她說發生什麼事 她說非常非常的熱 可是她在坐月子 所以婆婆說不能開冷氣 所以每天她就是冒汗冒得全身都濕搭搭的 再來因為要補乳 所以她一天的話在乳汁分液上面 幾乎有2000cc的乳汁 Baby喝不完她還把她動起來做預備 所以大家看說 她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流汗流了好多 脯乳的乳汁也消耗了很多的水分 可是坐月子當中的時候 因為在任成期 她有一點點的水腫 她不敢喝水 所以流失的 比喝得多 難怪她都沒有尿尿 那這時候我們沒有請她吃藥 我們剛剛說你每天要喝足3000cc的水 把你流失的水分補回來 那在下個禮拜她回來門診的時候 就一切都正常了 尿的顏色也正常 尿的量也正常 所以在這邊跟大家講 如果這邊的一些 朋友們 你哪一天出去玩 跟朋友去爬山 跑個馬拉松 一定要記得補充水分 那我們也跟病患講說 夏天跟冬天水分喝得不一樣 夏天我們會流汗 除非你整天都在冷氣房裡面 所以夏天你應該要多喝一點水 多個500到800cc 才可以讓腎臟的循環正常 那哪一些病人不能喝水呢 有心衰竭的病人 有腎衰竭的病人 這兩種人不能多喝水 那其他的病患我們都請他多喝水 注意看一下尿 這一泡尿是正常的尿 顏色的話非常清澈 也沒有泡泡 大家看這兩隻尿就不一樣了 黃色的是正常的 那另外這邊是血尿 這個血尿是比較嚴重的 你一看到就非常的害怕 那不過有的時候病人拿來的尿 是這樣子粉紅色淺淺的 那所以為什麼如果女生的生理期 我們會請他不要驗尿 有時候就會不小心污染到 那不過這個整個粉紅色 看起來也是血尿也是異常 那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泡泡尿 有一層你尿了以後放在罐子裡頭 3到5秒鐘 他還是不會散去 而且就在表面上很多的泡泡浮在那邊 這就是我們的蛋白尿 那最後一次的這個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在右邊的時候呢 他是非常清澈的 黃色的尿 後面的格子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可是在左邊呢 他是整個是濁的 這個叫做濃尿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狀況代表可能腎臟裡面呢 有雜質 有細菌感染 有一些感染物 在裡面這樣子 所以尿液其實很簡單的 一眼看一下 都可以幫大家知道自己身體的狀況 那我們剛剛以我們的蛋白尿 跟我們的腎絲球過利率呢 我們就可以來做分級 從一級到五級 那蛋白尿呢 也從第一級到第三級 大家可以看到蛋白尿越嚴重的 而且我們的腎絲球過利率越低的 那他的風險就是顯紅 就是非常高 以後腎衰絕的機率 心血管疾病的機率跟死亡率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在這邊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的腎絲病有五級 從腎絲球過利率大於90分 到不到15分是第五級 那第一級的時候通常是腎絲功能正常 這時候呢 他的尿裡頭有血尿 或者是蛋白尿 那再來第二級 他就是輕度的慢性腎病 他的腎臟裡面也是有血尿及蛋白尿 那第三級第四級第五級 腎絲球過利率已經小於60了 這時候不管他有沒有血尿有沒有蛋白尿 我們都認為他的腎臟功能已經不好了 已經算是中度到重度的腎臟功能不良了 那這時候就要非常注意 他的糖尿病血壓 還要定期的檢查我們的腎臟的功能 所以呢在這個15到59的這個之間呢 是我們的黃金的時期 就是我們的15到59這邊 第3期第4期 是比較危險容易惡化 我們要積極的來做治療的 那當我們不到15分的時候呢 病人就可能是第5期末期腎臟病了 這時候就可能要洗腎 或者是做移植的治療 好的那在座大家一定是很緊張 自己的腎臟有沒有問題 一定想要知道說 我怎麼樣的生活 腎臟才可以健康 才可以愛護我們的腎臟 所以在這邊的話 有一個初期的腎臟病的一個生活指南 第一個就是要戒菸 菸裡頭他的一個菸上面會有很多的 發炎物質 還有一些環境污染物 所以他對我們的內皮細胞是非常不好的 再來就是要減重 我們的BMI要控制下小於24 蛋白質的攝取呢 不要吃過多的肉 青菜水果要吃多一點 再來酒精適量就可以 低頻率的不過量 再來就是運動 每天5次 一次30分鐘 讓心跳大於130以下 當然如果說是年紀比較大 行動不變 有心血管疾病 或者體重比較重的 他的運動的方式 可能就要更溫和一點 也許是散步 或者是說 做一些健康操 等等的 那另外在飲食上面我看到現場有很多的 那個女士朋友 一些媽媽的跟婆婆 我們在煮飯的時候 鹽份的攝取 也要避免過量 所以我們在用藥的時候也是要非常小心 剛剛我們有說哪一些藥我們是要注意的 第一個就是止痛劑 止痛劑裡頭很多的成分都會傷到腎臟 所以如果真的我們很痛的話 我們會有怎麼樣的方式呢 第一個就是有一些物理式的方式 有時候我們會可以請病人冰敷 來下降他的發炎的反應 有的時候我們會請他用貼的 用酸痛貼布 這種東西是外用的 比較沒有一些內毒性 那真的要吃的時候呢 建議我們就是由醫師的處方 選一些腎毒性比較低的止痛藥來做服用 再來就是利尿劑 我這邊如果用很大量的利尿劑 讓腎臟一直尿一直尿 腎臟可能他就會乾掉了 他就沒有灌流了 所以過分的使用利尿劑也不行 某一些的抗生素 他也是會有腎臟的 中草藥 瑪多磷酸類的 再來的話其他的 抗病毒的藥物 抗癌的藥物 重金屬 或者是鹹飲劑 鹹飲劑有時候大家會忘記 不過如果大家有去做一個 電腦斷層 或者一個血管攝影的時候 通常都要做血影劑的一個注射 所以如果大家有做這些檢查 一定要跟醫師討論 看看腎臟功能有沒有正常 那我們的瑪多磷酸呢 其實在2003年政府就已經禁用了 瑪多磷科的植物有28種 那這邊如果有一些比較資深的前輩們 就會常聽到 瑪多磷 觀木通 天仙藤 管房疾 那個都是以前常在用的 那其實這些都現在都已經禁用了 那如果有一個副方式 中藥叫做龍膽蟹肝湯 在坊間很有名 常常病人會拿過來 就是他要保護肝的 不過有一陣子因為 木通他這個原料短缺 中國大陸的地方 他們就用觀木通來代替木通 想說插一個字 沒有插很多 可是觀木通他是 瑪多磷酸的東西 所以有一個醫療報導 就說有一群病人 他們吃了龍膽蟹肝湯 可是沒有保護到肝臟 反而腎臟都壞掉了 所以這個時候就是中藥要注意的 那同時中藥裡頭 有時候為了療效 會放一些西藥或者是重金屬 所以大家如果要用中藥的話 一定要到合格的中醫師 不要相信偏方或者是來路不明的 常常這些中藥不只是傷腎 他也會致癌 好的 慢性腎病的一個控制 剛剛我們有講 高血壓要控制在 130 80以下 糖尿病的 平均糖化血色素 要小於7 那膽固醇要小於200 三酸甘油脂要小於150 尿酸要小於6 再來的自我保健就是我們戒菸 戒炎 然後維持我們的體重 要規律的運動 這個是自我控制方面 如果大家有一些三高的狀況 希望可以達標的部分 那運動其實是非常好的 我們剛剛有說一天 一個禮拜至少5天 那一天的話30分鐘 讓我們的心跳可以上升到130以上 最好是有點喘有點流汗 那可是又不會影響你正常說話的那個樣子 那個就是最適當的一個 這個運動 那運動其實他可以促進心血管跟呼吸的功能 他可以降低心血管的很多的危險因子 包括我們他可以降低血糖 血壓 降低肥胖 那另外他可以降低很多慢性病跟死亡率 那其實他在運動當中 也讓我們在精神方面 不管是焦慮 睡眠 認知功能 都有改善 常常我們運動會 大家一起去 所以會提升我們的幸福感 還有我們的一些 休閒跟社交的功能 所以常常這樣子的狀況 其實是很簡單很天然 對大家都有幫助的 那接著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互腎的飲食 大家要怎麼吃 才會健康 那在這邊再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個slogan 我們這個是腎臟醫學會倡導的 我們在愛腎的四大原則 三多 三少 四不一沒有 所謂三多呢就是多纖維 多蔬果 多喝水 那三少呢就是少糖 少油 少鹽 把這個三高的部分呢用飲食的狀況來做改善 那四部呢就是不抽菸 不憋尿 不熬夜 不吃來路不明的藥 那一沒有呢就是不要有鮪魚肚 所以大家今天就幫我再記述一下 我們這個三多 三少 四不一沒有 好的那我們在 初期的腎臟功能的病人的時候 或者是腎臟 還沒有問題的健康的 朋友們的話 其實我們覺得均衡飲食是最好的 那我們常跟病人講說要均衡飲食 可是病人很可愛他會問我說那什麼是均衡飲食 那其實均衡飲食就是一天的話這些東西都要攝取到喔 你每一天都要有吃到水果 有吃到蔬菜 有根莖類的 有蛋白質類的豆奶蛋喔 然後喝一點點牛奶 然後再吃油脂跟堅果 那我們發現現在的 病患有一個趨勢 他這些天然的東西他吃得很少 可是他買了好多保養品 來了以後他就拿一袋子的說 我有葉黃素 我有銀寶善醇 我有枯沙命 我有微穀粒 我有薑黃 所以其實我們在這邊會建議病人說這些保健的食品 適量來吃就好了 也許只要吃一顆綜合維他命 可是這些天然的 水果蔬菜根莖類蛋奶豆類呢 我們一定要都要攝取 好的那早期的如果是 我們第一期第二期的病患 其實我們要怎麼樣的吃呢 最主要還是要看這個 黃金金字塔 我們每天要有規律的運動來控制體重 那多吃全骨的食物 使用植物油 再來的話 每天要吃大量的蔬菜 那維持我們正常的排便 那也讓我們 腸道更健康 每天至少要有兩到三份的新鮮的水果 那再來的話我們也可以攝取一些 豆類或者是果仁 來增加一些 植物性的 優良的蛋白質 那肉類的話 我們通常是建議 就是一天 一到兩次 就可以 可能中午跟晚餐各一小份就可以了 那我們可以適時的來補充牛奶跟鈣質 那尤其是紅肉精緻的肉類糕點 點心的麵包這一類我們盡量的少吃 那酒精我們就適量的來做一個飲用 那維他命的話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個綜合維他命的補充 如果說在整個營養上面還不夠均衡的話 所以其實早期的腎臟的疾病的飲食跟大眾的病患 其實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就不要太甜不要太鹹 不要太油 那紅肉還有肉類跟精緻的糖類 我們吃少一點 那在這邊特別要講鹽分 鹽分會讓我們血壓非常的高 那血壓非常的高的同時 心臟血管會壞掉 腎臟病也會壞掉 那所以的話我們會建議說 有一些東西他看起來不是鹽 可是他也非常的鹹 放這些醬料 還有我們這些泡菜酸菜味噌 罐頭類的酒粿 還有我們很多的甜點 就比如說我們的洋芋片鹽酥雞 尤其是泡麵 這些的 鹽分的量都非常的大 所以在這邊的話會跟大家講說每天我們就是控制在5到6克的鹽 5到6克的鹽是哪一個概念呢 如果我們去買統一布丁的時候呢 他附贈的那個小小的 塑膠湯匙的 一瓶匙 差不多就是5克左右 所以我們一天差不多就是吃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想請病人就是少吃醬料 少喝湯 大家如果在這裡的話有 婆婆媽媽們在煮湯 一鍋湯通常我們都是放1湯匙或2湯匙的鹽 那那一鍋湯就已經是超過整天的鹽分了 所以湯盡量是少喝 我們可以把裡面的料 拿起來 或者我們不要另外的加鹽 因為從我們的食物本身裡面就已經有鈉離子 他在烹調的時候 這些鈉離子就會掉到湯裡面 另外我們最好要少吃一些醃製品 他們都是大量的鹽分在做醃製的 重口味的東西像pizza、漢堡、洋芋片 鹽分也非常的多 鹽酥雞、零食、泡麵跟加工的肉品 尤其是加工的肉品 像是熱狗、火腿這一類的 鹽分也都是非常的高 那我們在外食 現在很多朋友他們都會外食 就說那我怎麼來控制鹽分呢 我們有幾個技巧 第一個的話就是當然我們可以使用燙青菜的方式 不要用炒的 那我們請他調味要另外弄 另外我們也會跟病人講說 我們可以自備一碗白開水 或者是一碗湯 那我們在入口之前 很多東西我們可以過水一下 稍微先 沖一下 把上面的一些鹽分 來做一些稀釋 當然口感會比較不好一點 不過我們的鹽分的攝取 會稍微的減低 那健康方面也會比較能夠兼顧到 那我們剛剛講的都是一個慢性腎病的飲食 可是當我們的腎絲球過利率小於60 或者是小於45分的話 他是一個中重度的腎臟病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有另外一個飲食限制了 這邊所提倡的是四少一多 第一個這些慢性病跟重度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他們食慾通常都非常的不好 而且他會有噁心嘔吐 食慾不振的狀況 所以他們常常體重會下降 這時候是希望他的熱量一定要夠 不然他一直越來越瘦的時候 常常會有肌少症 或者是虛弱的狀況 那在四少的方面 第一個蛋白質要減量 納離子要減量 零離子要減量 甲離子也要減量 中重度的一個腎臟病病人的飲食就是 蛋白質要減量 為什麼蛋白質要減量呢 因為蛋白質代謝完了以後 就自變成尿毒素 尿毒素因為腎臟壞掉了 累積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我們的腎臟功能就越來越壞 所以我們要少吃這些低品質的蛋白質 包括像麵筋 紅豆 花生 芝麻 蠶豆 這些 都不是一些優質的蛋白質 那我們要多吃好的一些蛋白質 包括雞肉 魚肉 牛肉 所以剛剛有沒有覺得我們的飲食有點相反 在早期的或者是正常人 我們請他多吃堅果 少吃紅肉 可是今天在重度或是中度的腎臟 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反而我們請他多吃紅肉 多吃魚肉 雞肉 紅肉 因為這個時候這些中重度的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他可能會有一些營養不良 那多吃這些肉的時候 雖然種類上我們可以增加紅肉 可是量的時候一定要注意 所謂的低蛋白飲食 就是一天不能超過一個巴掌的肉 所以如果今天您出去吃了一塊煎的牛排 或者是你吃了一個炸雞腿的雞排 原則上那一天你就不能再吃一個肉了 所以低蛋白的飲食 一天是一個巴掌的肉 那如果我們換算成一餐的話 一餐就是兩個手指的肉 那因為你吃的肉這麼少 所以我們就請你吃紅肉 魚肉或者是雞肉 這些比較優質的肉類 主食類的話 為了要減少尿毒素的增加 我們也是希望 米飯 麵包 麵條 能夠稍微少一點 吃這些比較不會產生尿毒素的 包括是地瓜 米粉 或者是說是我們的板條 冬粉 這類的話都比較不會產生我們的尿毒素 那再來就是血淋跟血甲 血淋的話最主要呢 它是從腎臟製造的尿裡頭排出來的 所以當我們的尿變少 腎臟功能不好的時候 血淋排不出來 它就會堆積在身體裡面 那它就會造成血管的病變 骨頭的病變跟腎臟功能的惡化 那血淋的東西有哪些呢 比如說濃縮的熱茶 咖啡 花生堅果 乳製品 咖哩飯 火鍋 這些都是高熱量 高淋的東西 那甲離子也是從腎臟功能排泄 所以當腎臟功能壞掉的時候 甲離子排不出去的時候 也會有問題 所以我們請這些中重度的腎臟功能不良 也要來控制甲離子 那不然甲離子過高呢 它會跑到心臟 造成心律不整 甚至會有一些昏倒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請他少吃高甲的一些食物 包括肉湯 生菜 火龍果 花類的 甲離子的時候 其實他就是在細胞內 所以我們只要經過高溫的烹調 來破壞我們的細胞膜的時候 這些甲離子就會被釋放出來了 所以我們會用烹調的方式 我們請他水洗 要水煮 所以我們都跟病人講說 尤其吃綠色的青菜 一定要先汆燙過 那汆燙完如果您覺得口感不好 你可以再炒 那不要喝湯 因為汆燙完的這個湯 或我們煮火鍋的這個湯 是甲離子最豐富的部分 那菜湯 肉汁 這些也都不要 生菜跟果汁 因為沒有經過高溫的一個汆燙 所以他就還有 大量的甲離子 那像什麼精力湯 燉補品 這些也是比較有甲離子 我們也要注意 所以針對甲離子的話 就在烹調方面 也有一些辦法 另外的話我們在吃水果 我們不會把水果用煮的 所以水果一定有非常豐富的甲離子 那哪一些是甲離子特別高的 香蕉 奇異果 瓜果類 草莓 釋迦 櫻桃 番茄 在這邊我就請大家一定要記得 香蕉跟奇異果 這兩個是甲離子非常高的 通常在洗腎病人或中重度的 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我們都建議他一定要少吃 那少磷的原則 磷也是在很多蛋白質內都有 所以包括一些乳製品 豆類 全虎的雜糧 其他的一些堅果或者是飲料都有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一個中重度的一個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飲食限制就非常的多 所以他要很多東西他在烹調上面 還有選擇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一個注意事項 那最後呢 如果在座的大家有糖尿病 腎臟病 或者高血壓需要去看醫師的話呢 現在都有一些很新穎的藥 首先我們有一個活性碳 我們剛說身體裡面呢 他會堆積我們的毒物 所以日本呢 他們有一個 奈米的孔徑的一種活性蛋 他是算一個黑黑的一種藥粉 就做成的顆粒 那吃了以後呢 他會到腸子裡頭去吸附我們的這些毒素 那經過糞便的時候把這些毒素排出來 那另外的時候我們剛剛有說 腎臟是一個血管非常豐富的器官 所以我們就會來改善腎臟還有全身的血液循環 讓腎臟的循環變好 另外一種藥物叫做Pentocybinin 他就是來促進我們全身跟腎臟的循環 吃了以後他也可以改善我們的腎臟功能 再來就是我們的維他命D 我們剛剛講腎臟功能不良的時候 維他命D的製造會下降 因此呢 我們就要幫他再做一個補充 我們就會請病人再吃一點維他命D 來補充這樣子的狀況 那維他命D的攝取的話 也可以改善我們的腎臟功能 還有我們的蛋白尿 那在專業的藥物上面呢 我們有很多RAS的抑制劑 那他的功能最主要是來放鬆我們的腎臟的血管 的一些壓力 那讓整個腎絲球過利率的壓力變好了以後呢 腎臟他就不會處在一個 高壓的狀況 那同時呢 這些藥物呢 他也有一些抗發炎跟抗氧化的功能 可以達到一個很好的一個 保護腎臟的效果 同時這種藥物他也有降血壓 保護心臟的效果 所以如果是一個 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幾乎腎臟科的專科醫師 都會使用這種藥物來治療我們的腎臟病 那第二個這種是在這三四年學界的進步 也是一個革命性的藥物 他是來治療糖尿病用來做降血糖的 那可是他這個 那葡萄糖共同傳韻器的抑制劑 SGLT2i的時候呢 其實他也是一樣跟剛剛一樣 會來控制我們整個腎小管的這個 功能 不過他從腎小管裡頭會讓我們的血糖 沒有辦法吸收 從尿裡頭排出來 那進而達到很好的降血糖的效果 還有保護腎臟的效果 所以這個藥他也是非常的神奇 他可以降血糖 降血壓 他可以保護腎臟 也可以保護心臟 那因為這是三四年出來的藥物 藥的價錢比較昂貴一點 所以健保在給付上面有比較多的一些限制 所以各位如果到門診看醫師的時候 也可以跟您的醫師討論 看看您是不是適合用這類的藥物 那如果剛剛的藥物治療都不行的時候呢 我們可能就要做一些末期腎臟病的一個方式了 那所謂的末期腎臟病的治療方式呢 有腎移植 血液透析跟腹膜透析 當然腎移植是生活品質最好的 我們就種一個新的腎臟進來 來代替我們壞掉腎臟的功能 他的存活力是最高的 生活品質是最好的 手術的風險 可是就比較高一點 那同時腎移植的病人呢 他一輩子需要吃這個抗排斥的藥 因為這顆腎臟是別人捐給他的 他可能身體會產生一些抗體來做排斥 所以他一輩子都要吃排斥的藥 那同時這些免疫治劑 因為要抑制身體的免疫功能 身體的抵抗力會比較少一點 所以感染的機會也比較高 自我的照護一定要非常的謹慎 好的 如果我沒有那麼幸運 沒辦法得到一顆好的腎臟來做移植 那我們恐怕就要選血液透析 或者是腹膜透析 所謂的血液透析 就是一個禮拜三次 一次四個小時 來到洗腎中心或醫療院所 我們的醫師們 護士們在手上面的大血管下針 把我們身體裡面的髒血跟廢物 引流出來 經過我們的機器 過輕還有過濾了以後 再把乾淨的血打進去 那這個的話是一個禮拜三次 不用每天做 可是需要到院所去 那如果說你住的比較偏僻 交通往返就比較麻煩 那過程當中這個四個小時 有的阿嬤也很喜歡動來動去 不小心針就老瞎 或者是針就跑掉了 就一直重複的在打針這樣子 那血管打久了也會有一些酸塞 風險 感染等等 所以血液透析 他雖然是很方便一個禮拜 只有三次 不過還是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另外一個居家的方式就是 附膜透析 附膜透析他是在家透析 我們剛講的 我們每天把水灌到我們的肚子裡面 然後再把這些的髒水引流出來 他的時間可以比較自由 我們在家操作不用跑到院所 他可以比較有隱私 那可是病人端他就要非常小心了 每天是自己 病人自己把水灌到肚子裡面去 所以他要學習這些操作的一些流程 那也要注意不要有感染 不然的話水直接帶了細菌 到肚子裡面 就會產生附膜炎 那因為他這是一個比較溫和居家式的做法 他需要每天做 那現在醫療科技的發展的話 現在也有一些自動化的附膜透析 我們可以在晚上睡覺那8到10個小時接機器 讓機器再幫晚上做灌水的動作 那白天起來我們只要 連接把它拔掉了以後 就可以正常的工作或者是上班 好的那這邊跟大家也是分享一個真實案例 陳小姐 他非常年輕 他有家族的糖尿病病死 他的爸爸也在洗腎 他有兩個兄弟都有糖尿病 那他很年輕 常常覺得說我這麼年輕身體好 不信邪 所以其實有時候邪塘真的都是300多控制的不好 他在糖尿病15年以後 44歲他就開始血液透析 就是我們說的CL劑 那這就是跟大家講的 我們在手臂這邊會做一個血管的樓管 那會用比較大的針引流 把全身的血引流出來 經過一個很精密的機器 把這些廢物的水打出來 那我們再經過一個過濾器了以後 所謂的人工腎臟 把乾淨的血打進去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就必須在醫療院所做 一個禮拜四個小時 一個禮拜三次 一次四個小時 歐美的話現在很先進 他們現在也提倡針對一些比較 知識水平 還有一些學習能力強的病人 在家裡自己洗 那有的病人他們就在家裡自己洗 學習自己打針 這樣子 那因為大家知道 我們台灣可敬性很強 可能到街道上面 很多時候就可以找到透析中心 可是在歐美 他可能從他家到透析中心 一開車就要開三個小時 一個禮拜三次就很不方便 所以他們就要學習 居家時的血液透析 或者改成腹膜透析 那在這邊跟大家再分享另外一個案例 劉先生 劉先生他是一個計程車司機 他痛風15年了 那大家知道其實計程車司機就是分秒必爭 他一定要跑車 才會有來源 所以其實他很少看醫生 他都自己去買止痛藥 或者是鄰居一些中草藥 那他在54歲了以後 他就開始 腎臟功能惡化 後來他選的是腹膜透析 為什麼呢 他說他沒辦法一個禮拜三次 一次四個小時綁在醫院裡面 那那個時候他就不能開車 就不能工作 所以他就選擇腹膜透析 腹膜透析就是在我們的肚脊旁邊 我們也會有一個塑膠管 直接把這個管路呢 放到我們的腹腔裡頭 那腹腔裡頭每天呢 4到5次 白天的時候 或者是晚上睡覺的時候 8到10個小時 由機器幫你把水灌進去拉出來 水灌進去拉出來 那得到這個控制水分跟廢物的 效果 那兩位的話 小姐跟先生的話 其實經過透析的治療 疾病的病程控制的非常好 那不過呢 也是一樣大幅的改變了整個家裡的一個生活的節奏 還有整個生活的習慣 所以在這邊的話也是在呼籲 大家就說我們都不希望 自己的腎臟會弄到這樣子 所以在前期的 不管是在保健方面 飲食方面 或者是生活形態方面 我們都要更好的來照顧我們的腎臟 這樣子 所以在這邊的話 治療的重點 最主要有幾個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一些檢查 大家還記得我們剛講的嗎 泡水高平卷 如果你有其中的一個的話呢 就趕緊到醫療院所 去抽血跟驗尿 驗蛋白尿 驗肌肝酸 看看你的腎臟功能有沒有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我們說的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每天的飲食影響到我們的健康 所以三餐的飲食非常的重要 我們剛有說三多 三少 四不一沒有 要減糖 減油 減甜 那如果是 中期到重度的一個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呢 甚至他們還要把零離子 甲離子 還有蛋白質 都要做限制 另外的話就是要特別的注意我們的生活習慣 多喝水 不憋尿 不吃來路不明的藥 然後不要有微度 要養成健康的一個 運動的習慣 那最後最後如果真的腎臟功能不良或有問題的時候呢 您如果是高危險群的病人呢 一定要積極的 配合醫師做藥物的治療 那藥物的一個發展跟先進呢 最近都有非常多的一些突破 都會有一些有效的藥物來治療腎 所以最後再跟大家總結一下 我們在整個健康生活的形態跟適當的運動方面 對腎臟是非常好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講的要謹慎的飲食 適度的喝水 勿憋尿 正確的就醫觀念 不亂吃藥 自我檢測健康定期 來做檢查 那當有病的時候呢 一定要配合醫師的治療跟控制 來做適當的一個預防 這樣子 那這是我們台灣腎臟醫學會的網站 大家只要輸入台灣腎臟醫學會 就有很多民眾的一些衛教的資料 如果今天大家有想要進一步了解 都可以來做參考 那在這邊有一個腎臟的指數 在我們左邊下方的地方 就是跟大家剛介紹的 大家點進去了以後呢 只要把肌肝酸 年齡跟體重的時候呢 輸進去 那他就可以幫您計算 正常的一個腎絲求過利率 那之前我們有辦過一些 健康知識的一些喘光活動 也獲得 民眾們非常多的一些好的一些 回響 那這就是剛跟大家說的腎臟的指數 您只要在這邊把你的腎絲求過利率 年紀 然後您的性別點進去 他就會跑出一個數字 告訴說你是第1期 第2期 第3期 第4期 還是第5期 所以現在其實網路的資訊都非常的一個方便 同時在行政院國民健康署也有非常多電子 或者是書面的一些 介紹的一些 材料 可以讓大家更了解的來看看說整個腎臟的保護的部分 這樣子 那最後就是看看有沒有大家有一些想要請教或者是我們開放的問題 那我之後也有準備了幾題 在門診常常被大家問到的跟大家做分享 那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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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醫師 那個口訣大家還記得吧 泡 水 高 貧 貧 倦 是的 是的 這個 大家自我檢測一下 那個出行的部分 那個有沒有什麼 問題要請教 吳醫師 那位男士比較後面一點 吳醫師好 那個 腎臟病 我們的了解是 只要還沒有到很嚴重 就是比較 輕微的 就是 正功能 正功能 比較差 的那個情況下 應該有 很大的機會 可以恢復 對不對 所以我第一個問題要請教的就是說 是不是 不依靠藥物 這種比較正功能 比較 就是 比較差的這個情況下 有這個 逆狀的這個機會 這第一個問題 那第二個就是 剛剛有提到 雞肝酸 那雞肝酸正常的 是 0.7 到1.5 那我請教一下 超過1.5代表的是什麼 0.7的 代表 好的 非常非常謝謝這位先生真的是 我看全程非常認真在在聽我們的那個講課這樣子 那首先第一個問題是非常好的問題 難道我罹患腎臟病就都不可逆嗎 不是的 第1期第2期他是可逆期的 也就是聖絲求過利率如果大於60 他都是可逆的 那他只要有適當的生活形態 飲食還有治療他就可逆 那很多時候也許他是不需要吃藥的 他可能他只要把他的血壓控制好 血糖控制好 飲食上面的話就是少糖 少油 多喝水 多運動 在很早期的第1期 尤其是第1期 他可能是不需要藥物 經過這些 飲食跟生活形態的改變 就可以好的 那第2期你說不吃藥物的話 是稍微比較難一點 可是第2期如果你還是有一些保護腎臟的藥物 他還是可逆的 可是來到第3期 腎絲求過利率小於60 或者腎絲求過利率小於45的時候 原則上他就不可逆了 那醫師在治療的時候 我們追求的就是維持你的腎臟功能 既然不可逆了 我們讓他不要繼續惡化 不要變成末期 這是最大的治療的目標 對 那第2個也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我們的正常值的話呢 男性的話是0.7到1.5 那女性的話是0.7到1.2 如果太低的話呢 某種程度可能是因為你的肌肉量不夠 您要評估看看是不是有點肌少症 那第2個的話就是 如果太高的時候呢 就代表腎臟功能異常 就是腎臟有問題 這時候就要趕快找專科醫師 來做進一步的治療 對 以上2個問題來做回復 對 我們剛剛這位女士 對 對 請問好 謝謝 請問醫師 請問醫師 剛才說那個顯影劑會傷症 那 他可以排得乾淨嗎 或者是說他會有殘留 那一般我們就比較高階的健檢 他都會有做這個 MRI或是電腦斷診 這種檢查有必要 因為他還是有用顯影劑的問題 還是說 我們等有病招有徵兆的時候再去做檢查 謝謝 謝謝 這是一個臨床上非常常見的問題 那其實我們在顯影劑的劃分 電腦斷層跟核子共振 您剛做的MRI 電腦斷層的顯影劑100%都會上腎臟 所以通常我們在做的時候 如果您是腎臟功能 好或不好的病人 我們一定是心理要多喝水 讓這個可以趕快排出來 那目前為止在防止這個 那個顯影劑引起的腎病變 我們是有解毒劑的 是有一個解毒劑 他就是一個發泡定 對那這個發泡定我們會建議 你在電腦斷層前一天 當天跟後一天 連續三天做服用 那這個可以下降我們這個 顯影劑引起的腎毒性 那不過呢 針對這些已經瀕臨洗腎 或者是重度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其實醫生們不敢冒險 所以這一類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他就不要打顯影劑 不要做電腦斷層 用其他的替代方式 也許做超音波 或者是核子共振 核子共振的顯影劑 他比較不會傷腎臟 對所以看看依照您的腎臟的功能不良 需要做取捨 那如果您只是一個健檢的話 已經沒有什麼特別的 嚴重的臨床狀況 可以選一些風險比較低的 S光或超音波 來代替電腦斷層 可是今天如果你已經覺得 是一個很危急的狀況 比如說已經是一個癌症了 你非做不可的話 那恐怕就是要去全量一下 因為你如果不做電腦斷層 可能沒有辦法把這個癌症 精確的做診斷 對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依照腎臟功能不良 都是希望可以跟醫師們 做比較詳細的一個溝通 那讓醫師幫你想辦法 把這個血引劑的毒性降到最低 這樣子 吳醫師好 請問吳醫師 尿蛋白色吼可抑 謝謝 好的好的 尿蛋白的意思就是代表我們 腎臟裡面的腎絲球的過濾膜 有損傷 有小小的破洞 所以我們吃的蛋白質 就從尿裡頭排出來 當他是微量蛋白的時候 他是可膩的 所以我們只要搭配一些藥物 剛剛講的多數多種藥物 他都可以 逆轉我們的蛋白尿 那從飲食上面經過鹽份 糖分還有蛋白質的攝取的改變 他也是可以逆的 所以如果只是蛋白尿 輕微的都不用太擔心 那如果是中重度的蛋白尿 就要搭配比較多的藥物來治療 想請教醫師 我血壓每次量起來都不一樣 白天大概這個時間點量起來大概有一百五 晚上大概十點多的時候就只剩下一百億 高血壓的話是以 那個時間 是怎麼樣來算是高血壓 好的這是非常常見的 也讓病人非常困惑的問題 通常我們的血壓的測量有非常多種 那首先我們先講一下 白天的血壓跟晚上的血壓不一樣 因為身體有荷爾蒙的調節 所以通常都是以正常的側蒙的調節 下午跟血壓 跟晚上的血壓會比較高 那早上起來的時候尤其是冬天 我們在被窩裡頭睡得非常的暖和 那一起來 經過冷空氣了以後呢 我們的血管就會收縮 所以剛起床馬上量的血壓常常都是高的 所以通常我們都會建議病人怎麼量血壓呢 就是你起床了以後 刷牙洗臉 吃完飯 保暖了以後 您坐了五十五分鐘 不會喘也不會 也不會覺得說累的時候那個時候去量 這樣子 那如果你有在吃高血壓的藥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你 在吃完高血壓一個小時量 那看看血壓的效果 看看整個降血壓的效果 這樣子 那通常一天一次或兩次都可以 那如果針對有一些 病人他確實他的血管的敏感度比較 高 或者血壓的破洞比較大的時候呢 其實醫院有一種 設施健保是給付的 就是你可以去做一個24小時的血壓的監控 那醫院他就會在你的手背上面 手腕上面 綁一個手錶 那這個手錶可以記錄你24小時的血壓的變化 那健保是有給付的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你的變化正不正常 這樣子 不過全體就說你在量血壓的時候 一定要先休息10到15分鐘 不要說剛跑步剛工作完 很喘的時候就涼 然後再來的話就不要早上一大早起來就涼 那再來的話冬天跟夏天 也會有差別 冬天天氣比較冷血管收縮 通常都會比夏天多15到20的一個血壓的上升 這樣子 以上是血壓的部分 謝謝 後面那位先生 請教 吳醫師 因為 剛剛有 談到打鹹飲劑會影響 腎功能 是的 那因為我 個人有某種疾病要 半年要打 稍微是 磁鎮造影 那磁鎮造影就是還要打 鹹飲劑 那這樣 那個時間上是 拖越 延長越久 越不影響還是說 因為我這個大概半年就是要回 回診一次 那這樣對我的腎功能有沒有 影響 或者是 時間 離得比較遠一點 比較 比較好 請教謝謝 好的好的 如果您做的是電腦斷層 打電腦斷層的顯影 影劑的話 那每半年 還是核子共振 磁鎮造影 那磁鎮造影 您就不用擔心 磁鎮造影 它是核子共振的一種 那磁鎮造影 它的顯影劑不會傷腎臟 那如果是電腦斷層 它就會傷腎臟 對 對 對 各位 Larin 還有沒有 對 請問一下 先生剛剛您有提到 那 葡萄糖共同轉運 器 這個新的藥品 請教一下 這是健保沒有給付 如果我們自行去 取 採購 是要備用多少 好的目前這個藥物 他是給付在糖尿病的病人 那同時他是糖尿病控制不良的 一個第二性的藥物 那如果沒有糖尿病的話 其實現在健保也在炎疫要給付 不過這個可能需要一陣子時間 也許是半年一年左右這樣子 因為國外的研究都 顯示說他不只在糖尿病的病人 非糖尿病的病人 他也有效果 那不過在這一段時間 如果大家想要自費的話 其實藥物他並不貴 一顆要17塊 那他是長效型的 一天一次這樣子 那服用這種藥物的話 第一個他就會讓你 血糖的時候 從尿裡頭排出來 所以你的尿會變得比較甜 達到降血糖的效果 同時因為這樣子的排糖 其實也有減重的效果 所以坊間也有一些人 自費用這個藥物來做減肥 那他也可以經過排鈉 跟排水得到降血壓的效果 那不過有一個不良的部分 就是因為尿尿變得比較甜 所以我們會建議病人 一定要常喝水 讓這個尿可以常常排得通暢 尿尿比較甜的時候 我們的局部的衛生要做得 非常的確實 因為甜的尿容易吸引細菌 所以常常有一些病人覺得 吃了藥以後 如果沒有局部 清潔和保持乾燥的時候 常常會有一些下面 搔癢 尿道感染的狀況 這是我們需要再注意的 請問一下吳醫師 我最近的電血 叫腎高能 這座的 瘋瘋瘋0.9 但是他的腎溼瘋 我過了一瓶90 這樣算不算異常 那有蛋白尿嗎 因為90剛好是在我的邊緣 正常的邊緣 如果您沒有蛋白尿 就是非常恭喜你是正常的 那可是90如果有蛋白尿 那這樣子就是 輕度的第一期的腎臟病不良 所以可能下一步你請 醫師再幫你驗一下蛋白尿 謝謝 吳醫師 你剛才說年輕人會洗腎 除了說他有糖尿病 跟家族基因瘋 還有是什麼原因 那我有一個朋友 他媽媽90幾歲 還在洗腎 我想請問說 這個洗腎的歷史 他可以延遲多久 還是說越洗 他的功能會越差 但後患就洗不動了 謝謝 好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年輕人 那我們看到年輕人 除了剛講的遺傳疾病 他確實是比較早發病 糖尿病以外 我們也發現現在高血壓的趨勢 也年輕化 所以以前大家都只有五六十歲才有高血壓 我們最近也看到三四十歲的 血壓一來就是200 腎臟功能就很差 所以應該是說 有一些年輕人他沒有自己在量血壓的習慣 所以看到這些年輕化的腎臟病 要嘛就是糖尿病 遺傳病 高血壓 那甚至有一些是不小心用一些來路不明的藥物 自己在用一些什麼藥物 年輕人也比較常用 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樣子 那第二個問題就說洗腎的話 可以讓大家的 平均餘命多好 這樣子 那通常在台灣 我們剛有秀一張 我們洗腎的品質是非常好 所以五年 台灣的平均的病人的 五年的存活率 可以到達 80% 就是說你開始洗腎了以後 將近有80%的病人 他都可以活超過五年 對那您說他還可以多久以後 這就要看他是幾歲開始洗的 如果他是四五十歲再開始洗 當然他的時間會很久 那如果他今天是七八十歲開始洗 他的風險 還有他的腎臟老化就是比較差了 他可以拖延的 這個餘命的時間就比較短 這樣子 那不過台灣的透析的這個品質是非常的好 那腎臟功能會不會因為洗腎而恢復 原則上是不會的 因為我們說腎臟到末期的時候 他是一個不可逆的一個狀況 所以常常有一些病人的時候 剛開始洗腎 尿是從1000 變成500 洗腎了以後變300 100再來就沒尿了 所以其實在洗腎的當中 腎臟的功能還是繼續著在退化 不過這一部分因為有洗腎 來幫他做排毒跟調節水分 所以這一部分的退化 就用機器來幫他做代償 請教御醫師 我們攝護腺會大 然後晚上 有 月尿 貧尿 這個狀況 這個鄉村的情形 是不是跟腎臟有關係 好的謝謝 謝謝伯伯 這是在 比較那個年紀大的男性病人常常遇到的問題 那攝腹腺腫大他就是一個老化的狀況 可是當攝腹腺腫大的時候他會壓迫到我們的輸尿管 還有我們的尿道 所以尿尿就會變得比較沒有什麼通順 所以病人好像會覺得說尿尿 然後要很用力 每次都尿一點點 尤其有液尿的狀況 所以當這個東西很嚴重的時候 變成你的尿都尿不乾淨 你的毒素跟水分就會流至在身體裡面 就會影響腎臟 所以其實的話如果這種狀況嚴重的話 應該要去找泌尿科 因為這是比較是泌尿專科的問題 比較不是腎臟科 那這個問題可以經過 吃藥的方式 那甚至很嚴重用手術的方式 傳統的手術或微創的手術的方式來做解決 謝謝 因為我現在的狀況 就是 以前看了 一年多了 這個泌尿科 剛剛講的泌尿科 他檢查是 攝護腺微炸 有氧酸過高 對 還有那個P 他講的就是 TSA 對 那叫過高 對 我就是人家 告訴我說 吃這個 我們一般的這個 這個瀆瓜 我就是 很用心的吃 對 吃得很用 就是 本來 本來就是 本來是高一點點 剛剛開始 檢查是高一點點 然後再來就是 跳高 小點多 最高是四 遠到四 然後小點多 後來就 下下來 現在 剩下一點 哇那很棒 非常好 現在一天多而已 所以 這個香色的狀況 那 現在 這個是 念血 念出來的 那個 還有 還有一種 就是 每次祭福回省的時候 都是要 他是 要念尿 是 念尿是 念那個 尿酸 是 尿酸過高 他就 那個醫生就告訴我 你 你如果不控訴好 水不多多一點 會怎麼樣怎麼樣 要說要洗身 沒錯 對 所以尿酸其實我們剛剛也講啦 好幾次 他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危險因子 那尿酸 顧名思義 他就是從尿 排出來 所以我們只要每天有喝足夠的水份的話 尿酸就會排得乾淨 那另外尿酸也從食物裡頭會被吃進來 所以有一些豆類海產類的 尿酸含量高的我們也要少吃 那大家一定會問說 那到底我要怎麼喝水 原則上如果沒有腎臟病沒有心臟病的病人 我們會建議每一個體重要喝30cc的水 所以如果今天您是一個60公斤的民眾的話 你要喝到1800cc 這是基本的 那如果你有去跑個馬拉松 你有去爬山 那你就再多增加個300到500cc的水 那很多人一天都沒有喝到這樣子啦 所以可能大家可以檢視一下水份的攝取 這樣子 那白開水最好 不要是運動飲料 手搖杯 罐裝飲料 裡頭有一些化學成分 防腐劑跟香料 那有一些 患者覺得白開水實在是很沒味道不好喝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買好的茶葉 自己泡淡淡的一個茶 或者是說在水裡頭放幾片 檸檬片 讓水有味道 這樣就好了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 我們都知道腎臟功能跟血壓 關係疫情 他們的因果關係如何 是因為高血壓造成腎臟功能差 還是腎臟功能造成高血壓 好的好的 這是非常有趣的問題 那其實他們兩個是相互關聯的 首先的話就是腎臟裡頭會製造很多的 控制血壓的荷爾蒙 所以腎臟壞掉的時候 然後這些控制血壓的荷爾蒙會異常 就會讓你血壓很高 那血壓很高了以後 因為腎臟是一個血管非常豐富的器官 所以血壓很高的時候 腎臟的血管就處在一個高壓的狀況 腎臟就壞得很快 所以變成說是他們兩個是 機身蛋誕生肌 兩個是相連的 他們的是兩個的相互的一個惡性循環的關係 所以這個只要把血壓控制好了以後 其實腎臟會改善 那腎臟變好了以後 血壓也會比較好控制 所以我們會看到很多腎臟功能不良的病人 剛開始他要吃三四種血壓的藥 可是腎臟變好了以後 血壓的藥就可以慢慢減掉 不用吃這麼多 各位來賓 很認真聽講 做筆記 歡迎五月 我們再次 鼓掌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